全国投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状元 今天是2021年9月17号,加全指数来到17276点 小跌1点,成交量来到3107亿 今天是因为台积电最后尾盘,你看一下 今天其实剧烈震荡是蛮刺激的,蛮不错的 你找盘看到以为你放空很开心,结果一路一路给你尬到最后 你看,然后最后一盘,最后一盘是为什么 这里啦,看到没,台积电最后卖出22082张 成交价在600,所以大盘,尾盘小跌一点 这是持股的调整,其实在尾盘做调整那是比较正常的 他不是盘中就认为看不好,就开始那个 假设他是盘中,就开始预期未来是不好的 然后他就一直回档修正,那可能就是,那可能这个台积电 就会有被调节的,有被出货的疑虑 但是用最后一盘作价,608块打最后一盘 成交22082张,这是 这还好,这只是调整持股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比较 我对这个盘,你看我今天的标题 中秋变盘上,昨天是中秋亮说买 今天是中秋变盘上 你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 昨天我已经跟你讲了 今天你看,早盘洗盘 你以为,诶,强哥你是不是讲错了 你看,早盘杀下,一度杀个几十点 结果呢?盘中大涨一百多点了 你在昨天来,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你就清楚了 怎么没跳出来 来看一下,我现在差不多大致上都会操作了 所以只是这个,现在还有一个镜头的问题还在调整 有时候你看我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对焦我也搞不清楚 我尽量能够说,把我 有没有对焦我其实有时候我也 没有那么care 因为我比较重点是把我的操盘经验 能够完整的表述出来,转达给你知道 把那个 我操作的逻辑 跟你跟你做分享 因为 这种东西是这样子啊 投资市场就是有人看多 有人看空 就像今天 今天很多投资朋友说 欸,老师 你之前那个 分享的股票 都有 都有人 听说都有人 要跟你对注跟你放空 我说真的还假的 那很好啊 有人call 有人空 看 谁最后是赢家 比较重要啊 那结果我一查 奇怪 啊,龙卷都是空在低档 高档也都没有,龙卷也都没有增加 他是 他是怎么操作 我也听不到 我也 我是听学员讲完 我再去查 某些个股 咋一咋 说龙卷 说 放空 要跟你对坐 我说好 那很好啊 市场就是这样子 不是你赢就是别人赢嘛 啊,你只要记住 簡單操作 簡單選股 輕鬆操作 快乐生活 我说你只要相信 只要 想要这样操作 相信我 相信我 就是这个模式 别人要做空 要看法跟你不一样 这个盘 你要看看空 有可能嘛 因为你有可能学的是 一般的量价嘛 人家看起来 哎 哎呦 翔哥 M头 这M头呢 翔哥 你是看有了 是不是 趋势要看周线 要跳出来 这个一定要习惯 来 趋势要看周线 你把他口诀 你 节目 陆续听啦 很多 很多口诀 很多教法 你学久了就会了 你看我每次背的都是口诀 因为我自己发明的嘛 我就把他弄的口诀 好记 就不会忘记 就好操作 哎 是不是 好像是哦 是吧 但你学的可能是只有量价 你学只有量价比较吧 可能是成品看的书啊 或者是其他老师的量价的教学啊 但他忽略的操盘 不只只有量价 操盘就是 你要技术面也会 筹码面也会 然后基本面也要有 有不断的勤勞的去拜吧 因为市场上 市场上会不会引钱决定在 资讯不对的 大户吃小户 你相信我的逻辑 相信我的看法 你就可以 我 我希望你就成为我们 一起奋斗的团队 假设你对我还有质疑 那你继续看 或者是觉得我的分析错的 你要跟我对坐 非常乐意 但你记住 跟我对坐你要做错你要止损 好 因为 有时候 敌人将来有可能变战友啊 你有可能觉得 有一天终于 我发现 强哥 他的逻辑是正确的啊 你也有一天 你也觉得 怎么老是 强哥分析完 最後 印证出来 是强哥讲的 就像 就像你看昨天 杀下来的时候 你 我先讲这个 你看是 看是M头啊 但其实他 底部一 慢慢的跌高啊 然後 最重要还有一个盘面 那个什么 盘面判断法 大盘会不会跌 决定在 有没有主流 你把我的话记住 个股会不会涨 决定在筹码 有没有人拉 你把它记起来 大盘会不会涨 决定盘面有没有主流 你用量价容易被骗线 骗量 个股 你如果没有人推啊 再好的股票也不会涨 最近你看很多股票啊 跌四层跌五层 对 为什么 没有动能啊 这就是这句话 经典的这句话的逻辑在这里 你要学的是这些 操盘的经验 不是说我 我就执着在 执着在 在那个什么 在 在 基本面 在筹码面 在 量价 你要成为赢家 应该就是要懂得怎么操盘 赢家操盘数 然后 然后你将把它综合起来 输少赢多 大波段叫做 那原则上 原则上 整年来的绩效 原则上是稳健的 我只能这样说 说你 你 因为 现在的人不喜欢听浮夸 他讲 讲浮夸 有时候他们讲说 强哥你讲的 我讲的振振有词 力道十足 我 所以我现在改放慢声调 你看 这个版 目前 第一个 均线 均线判断法 量价比较法 再一次 盘面判断法 量价比较法 均线资压法 结构超盘法 来 趋势看周线 4周 13周 52周 我昨天教你们设定的值 你看 是不是还是一样啊 52周 对不对 52周是什么 年限 你看大波段的人 要看年限 你看这边 你看 是不是 来 比较一下 比较读看清楚 有没有 是不是 再来这边 可能要按这个电脑 然后再来这边 是不是 本部空间 因为目前这里 17500 我讲过 这里是什么 因为 所有的5000亿以上 套牢量在这里 所以没有那么快过 对不对 没有那么快过 这里 还是在轮动啊 还没有转空 你转空 要马上立马 破现代量 全面大跌 那你的股票逢高 就是卖 那就趋势转空 现在都 你说 你说转空 很多股票都创新高 大盘 涨了1000 涨了快要1500点 你说空头 空头 你只要操作过20年以上 你有经历过大盘震荡洗礼 从1万多跌到3000多 从1万多跌到6000多 或从1万多跌到5000多 你经过 那个网路泡沫 经过那个 那个911 经过那个 再更早的 李登辉 李登辉总统时代的那个两国论 或者是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欧债 你去经过 几次震荡洗礼 你就会发现 假设是空头格局 对不对 会 一波比一波低 是吧 假设是空头格局 对不对 那不可能会大涨 大涨1000多点 还有股票 一直创新高的 你说这样 这样你就懂了 这样才是 这样才是 才是空头嘛 你说空头 叫高票 叫大涨1000多点 叫你说空头 很多高票 是你减不到而已 很多高票 也是去3成 去5成 创历史新高 创10年新高 创5年新高 你说这空头 你如果 像我讲过的嘛 你遇过 那个欧债遇过两国 遇过网路泡沫 遇过91 那时候 出现 严重的回档的时候 你有看过 看过那个什么 我举例是案件啊 但主要是 像之前是网路泡沫 欧债危机啊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违约案啊 那什么 房地产那个违约案 类似这样子 他走空的时候 他会一滴比 一滴比一滴高 一滴比一滴滴 多头是一高比一高高 这就叫趋势啊 现在呢 涨了1000多点 昨天来看一下日线来 跳过来这边 你看我转过来这边因为 是那个什么 摄影的录影的地方 的monitor好几个啊 K线操作要在另外这边 放大给你看一下 对不对 放大看一下 昨天是不是 又来到季线 然后大家又破季线 大家又开始 数值把它调整一下 现在我会操作的就比较顺了 不然不同的系统 很难操作 不会用很难很难去说明 我现在带来 会不会再增加一个 那个图卡的比较图 就你在学习上就会更精彩 你看 昨天是不是所有的人一片悲观 我说你看这个量 中秋变盘量说是买点 昨天的标题 我说 趋势 旁边的趋势 没有转空之前 量缩拉回 就是好的机会 昨天我是不是这样讲 然后爆大量 才是做调节的 有没有 今天呢 今天是因为 台阶电调整值股 最后一盘出2万张 不然本来涨100多点 很多股票还表现的都还不错 是吧 那你是不是又应征了强哥的看法 如果你要对做要要干嘛 我都没有意见 但你一定要知道 投资朋友要去求证 你说你放工强哥的股票 强哥说好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有可能他们看对啊 但是你要看 你要查 他讲 他讲会长 你要去印证会不会长 啊 好强哥讲说 昨天讲说今天量缩市 买点今天有没有上来 是吧 像 像 人家讲说放工 你猜一下啊 农券有没有增加 最简单嘛 不然你说放康 放康 农券都没有增加 空的农券增加都在最低档 沿路夹上去 你说农券犯缸 那也 就是叫做求证 你去这样去去去寻找 去看 去 我常常讲嘛 你相信我 你就打080 0370 888 你不相信我 你就继续看 你再不相信我跟我对做也行 因为投资市场都一样 不会有人跟我做的 学员说 老师要跟你对做 你现在讲话都斩钉切叠 都一直 都一直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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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么肯定 人家都讲如果有机会 可能不排除 你都不讲这个 对不对 你都讲 我看好 看趋势看涨就是涨 不是涨就是跌 这我的我的名言啊 别人的名言可能 可能你你你你你你被教学的 学的是哦 如果 不排除 有机会 也有可能 哦 那那那那跟我不同 那不是我这一派的 哦 我的学派我自创的学派就是 不是涨就是跌 大盘三种 涨跌盘 现在盘是高手盘 个股轮动快 哦 所以 操作的理念 我已经跟大家讲 你你你如果刚学只有量价 你可能觉得 哎 看起来像M头 哦 啊你如果是整个是操盘的 你把筹码面 哦 量价 哦 基本面 整个层底判断之后 结论出来了 有一个均线质押法 盘面判断法 量价比较法 还有结构操盘法 结构操盘法就是有没有主流 这就是最难的 为什么法人 或投信的朋友 常常我们一起喝咖啡讨论 哦 因为他们本来原本是专注在 基本面的 产业面的 呃 拜访 但我是专注在操作 哦 所以他会看 哎 那因为他们 原则上 一再拜访公司 哦 他们专注在那里盘感 会 没有那么敏感 哦 我们一直在操作 我们盘感就 很敏感吗 现在盘整盘吗 很明确吗 你看市场的大戶很多 基本上 是 我昨天有想过吗 基本上有些 哦 他没做他 他 觉得 哎 手也会痒 反正政府 八大行库 外资 投信 也没有缩手 那我 找几檔 来操作一下 哦 才部分 大戶 在操作嘛 啊 你看最近我讲过 投信丸 在外资接手 哦 原则上这个盘就是在这里 哦 有有有有 有把人在操控 哦 之前大盘 一直起涨啊 一直轮动速度快 一直每个都大涨 但是 速度快 啊现在是 轮动 一样是轮动 不是起涨 是有些涨 有些大跌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哦 当你 认同了 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哦 第一个你一定要这个 操作上你一定要非常认知 如果你不认同 趋势是最重要的 不懂得与趋势为伍啊 哦 你就不知道市场永远是对的 这都是经典名言啊 哦 这都是很多 很杰出的操板手 领悟出来的话 哦 哦 你如果不认同 我们这些 操作理念 哦 那你可能就 就可以再继续 继续去去揣测 哦 我相信终究有一天你会理解 你看不懂趋势 你赚不了钱 你先懂趋势 大盘到底涨还是跌还是盘 我的策略要用什么 哦 难道再找出主流 今天我那个 呃 有我的 公司 营业部主管 王大哥啊 很照顾我 他也 以前跟我二十年的好朋友 他今天也用一个这个 哎呦 这个一定要把他用心用 我要把他贴出来 抢股赚半天啊 落股没明天啊 我觉得他 他 很多人在 很多人觉得有时候 觉得 可能 我我那个老大哥 王大哥 他讲的是笑话或干嘛 可是我觉得他每次 讲的话 都是他人生的经验 都是 我觉得都很有道理 哦 所以我非常认同 我也跟他很好 哦 有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 啊 在开玩笑或者在 聊天的东西 哦 只是随便带过 其实那是他人生的智慧啊 他人生智慧 他 他 把他的 他生活 他的 过 人生的过程也是很精彩 所以他 讲出来很多 都是自理名言 其实 这 这对 一般 哦 其实对一般 人 比较没有 怎么说 可能没有在 在社会上 跌跌撞撞 哦 就可能没有办法 领悟到 也没有办法 感受到 这个幽默 哦 所以你看他每次讲的 像今天 中秋变盘上 哦 也是他帮我想的 他说你昨天中秋 亮说好买点 啊 再来就中秋结四天了 然后来用个中秋变盘上 哦 然后强调什么 我们强调什么 强谷赚半天 弱谷没明天 哦 这 又又押韵 哎 我也常常 我也常常 喜欢讲一些有押韵 症状的 就像我症状的那个操作策略 操作法则 一样 啊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再来啊 我讲过嘛 这是个股轮动 你看今天涨什么 涨半桃体的 经验 有没有 半桃体的上游经验 有没有 基本面的揣速 我不用 不用那个啦 不用跟 不用跟大家 讲太多了 因为 下午那个 那个什么 我看一下 下午那个什么 这里面 半桃体经验 你看下午都会出来了 经验7月每股 乘以0.96 就会奖励多 我说过 这 这就是 市场就是这样子嘛 控盘 操盘的人 事先 去拜访上市公司 事先看得懂筹码 然后事先知道这档股票 不清楚的人 可能就 事后 读报纸稿 看新闻 但多看好 因为这些 记者 财经记者 也都很用心 讯息都 都写得很精辟 也有很多 现在 对他们 都非常觉得 他们很多都很认真 他写的内容 有的是真的有拜访的 现在是不能拜访 有的真的是有抠财务长 不然就是call那个发言人 这倒是真的 我那一班 一班会员 特别会员 有另外一档 今天也是 盘中是 又长上来 尾盘好像也 长几%而已 那也是 血缘的 我就不在这里公开 像我今天 发现 我把一些重大新闻 先讲大盘 你们觉得会变盘 我觉得是好事 我的看法 看法比较乐观 只要你 大盘没有转空 轮动 你只要策略选好 原则上在半导体 还有钢铁出群 钢铁出群 现在 就剩 我手中剩一档有一层 我就等着 上来 出场 就这样子而已 另外 另外 普通会员 特别会员 昨天有布局的 我昨天有讲嘛 布局的一个半导体的 里面的记忆体 昨天涨 今天也涨 持续就 很不光鲸 只是没有今天的经验 今天的今天 表现就比较 但是他你要记住他 价位200多块 有时候 普通会员 特别远远的资金 可能就 就 就会 就会 操作控管 就 比较不会建议 去 去买高价位 就像我 一开始做 节目的时候 我讲过 原则上普惠特惠 还有清代会员的话 会做 做 价位的 跟时间的 分配 原则上低价位 中价位 高价位 然后时间进场的时间 会不一样 像 我今天是 像这个什么 这一档 那个什么 大同我没有买 我没有分享 但是我觉得 大同这个 很多人在 讨论 大同 他的题材 其实他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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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分享这一档 但是我 我把 我的观 看法 盘面上的主流 我的看法 我跟大家讲 大同 真正 这一波 会上涨 其实是因为 跟换那个董事长的关系 因为 因为我 我看一下他这里 有没有 基本面分析 有没有 如明光先生 你可能 Google或者是 查一下应该知道 如明光先生是 市场上 以金融市场上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不是有影响力的 我这样讲 要怎么 怎么去 称赞他 我应该讲说 他是人力 在金融市场上 很知名的人 这样子好了 所以原则上 他来 变成大同公司的董事长 他一定会 用他市场上 成功的经验 然后将 这一 将大同这一间公司 然后活化 然后成为一个 能够对得起 投资者的公司 这我的看法 你说 很多人说 什么敌财 资长活化 或者是有将来 是不是有电动车的概念 或者是 这我的干法 因为我本身也是做 生物股权公司 我也开过很多公司 我认为这些都只是 这个老板 心理中的里面 某个项目而已 整个局 整个结构 整个趋势在哪里 其实他都知道 所以 我常常在讲 我在中国大陆 去演讲 去比赛 我也常常在讲 我说 我说 一个公司 会不会 赚钱 是开船的那个人 你听过我演讲 就知道 听过我的直播 你知道 开船的那个人 开得好不好 会不会这条船出去 一帆风顺 满载而归 决定在这个船长 所以 公司 更换 不同的董事长的操作策略 会不一样 我相信 卢先生 卢大哥 他这个 设厂上的成功经验 公司所有的项目 他应该 都会 站在前瞻性的角度去发展 我是非常乐观 我认为这对大同 这间老公司 大家从小 陪伴着我们的大同电锅 大同公司 会 重新 会有新的面貌 这我的看法 因为 这一波的涨上来 我没有分享到 所以我就 也不便再多做 股价的预测 但我对 很多人 跟人家讲 讲很多题材 找很多题材 去出来 要 去了解这个故事 但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因为 我们做私募股权的 投资者 很 很 每一次去 做私募股权 因为我们要资金投进去 我 原则上都 很密切的跟 那个负责人 然后 面对面的认真 谈过 因为决定权在他 他是不是有够专业 是不是有企图心 是不是有诚信 我们才有办法把所有投资朋友的资金 交付在这间公司 交付在这个人身上 现在这个是 已经是上市公司了 但逻辑还是一样 所以我原则上 我的看法是 这间公司今天 像大同 大同今天好像创 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是多少 我是不知道 但创晋级的高点 今天报大量 换手报大量 然后创晋级的高点 来到 多少 30块是 恭喜啊 有投资的人 都是我们都替他恭喜 找到这种好的股票 找到好的老板 跟着好的老板 去将公司 让他成长 对不对 所以 再来 大阪我讲完了 大阪 大阪应该不用再重复啦 再跳出来 我讲过 大阪决定在有没有主流 大阪有主流 就不会走空 因为他会轮动 什么叫主流 你会发现有什么股票 是不是轮动的股票 都会创新高 然后大盘的底部 越跌越高 这就是关键啦 这就是有没有走空的关键 你如果股票 他涨上来 像大同他涨上来 他没有创新高 虽然今天涨停 他没创新高 那有可能是空头反弹 对不对 趋势走光的时候 他突然涨停 也有可能 但那是空头反弹 但大同不是啊 大同是创新高啊 那你怎么会说他是空头反弹 对不对 你这波 有跟上的人 他有操作大同的人 获利也很可观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就是很简单的逻辑 你说的空头 空头人又创新高 那是你没买到而已 翔哥说过啊 趋势走空任的股票 都不会过高点越来越低啊 风高都是卖啊 人家 你在卖他就创新高 你在这里卖他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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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卖他今天全部创新高 你说的空头 哪有行空头 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嘛 所以在盘面上有主流 轮动 就是代表还没转空 既然还没转空 就我讲过了 来到这个地方 买卖点要看日线 趋势看周线 买卖点看一下日线 比较精准啦 有的做大波段的可能看周线 就可以操作了 但我们解盘要用日线 让大家比较精准 是不是又机会来了 量 缩下来 下面有均线支撑 低点也没有破 长期的低点更没有破 你看长期的低点差不多啦 一直起来一直起来 现在就碰到那个 对 上升趋势线嘛 然后 然后 这个没有办法 红蝶蝶这没有办法制度 不然一化 你就很清楚来 缩小 我看一下 缩小 再缩小 有没有 上升趋势线嘛 就是这一条嘛 这样化也一样嘛 你看清楚 是不是 还是一样啊 没有破啊 那怎么会走空 既然 没破 强哥说量说 趋势不变的话量说就是要找买点 那 是不是要在变盘前 布局 布局完变盘后 结果大家就知道了 是不是 中秋变盘上 然后你再去找出 我讲的 原则 原则上 半导体 的故事 比较精彩 因为钢铁股有时候 很多市场当大户 有时候 有时候 宣报率多 然后又 又 又操作的时候又再出股票 然后 然后 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 跑来跑去的多 然后 半导体大部分都法人 我一向也都是跟 你看我分享的股票 我常常在讲 基本上都是 业绩人间路高的 你都可以去查我过往的股票 分享的股票 都是 一定有题材 外资投信认同的 原则上我都是这样操作 一般 一般也会加上 因为现在是盘整版 市场上的大户赢家没进来 不然一般 大户赢家也都会有研究员 跟我们去拜访 我那些好朋友 他们也都有 研究员 去拜访 然后 一起 他们会 他们好处是他们会点火 昨天我也讲过 现在很多股票没有 涨那么凶 没有那么飘悍 因为大户没有进去点火 点火他会对敲 把量跟价做上去 没有法人都是用投资的 就是资金 今天买多少张 明天买多少张 就没有 没有说一直把价一定要拱上 他只是用资金买上 所以涨的速度会比较慢 但法人的股票有一个好处 原则上 原则上 都是有基本面的 你说有些 有些 操作都是人的心态 有些人的心态 他到底是不是很正宗的在拜访好公司 或者是他有自己 私人的想法 然后选择公司可能 我相信 所有的 经过认真的法人 原则上 道德上都是受到规范 都会选择好的公司 分享给 买他基金的人 或者是 像外资参与他们投资的人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所以总结一句 还是一样 股票的公布我到下周 有表态出来 因为我要 雇我的学员 因为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上节目了 原则上要配合整个集团的政策 所以就没有像 像 像之前在 我的粉丝群里面 分享的速度 这样子 原则上我都会 先给学员 学员之后 我将来 因为有时间差 因为他缴了钱 有时间差 有价差出来 我会适度的 就在直播间分享 然后把我 为什么 大阪趋势 为什么这样看 个股 为什么这样选 然后跟大家做分享 还是一样 你要是相信我 想要 选股简单 操作轻松 生活快乐 欢迎你打 0800370888 中秋节到了 还是一样 呼吁大家 勤洗手 带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祝大家 终究佳节愉快